郭文貴議員 好 現在是我們的同姿委 同議員 來進行我們的市長市政總質詢 請開始計時 謝謝主席 我們副議長 主席 還有我們市長及市府團隊 及各位媒体先进好朋友 大家好 这是我的第一次总咨询 我想就年轻人相关关心的这个问题 还有这个市民关心的议题 来请教市政府 我想总咨询也许也是一个 给市府说明政策的一个机会 那不止议员在咨询市府 总咨询可以是一个有建设性的讨论 不论大家意见是否相同 那我想透过这样意见的交流 如果可以形成一个共识 也许也是造福市民的一种方式 那我是一个基隆从小在地长大的小孩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先谢谢我们市长及市府团队 在短短这四五年间 用百米冲刺的速度 恢复了这座城市的光荣感 我们这个世代 甚至下一个世代的年轻人 不管就学 工作 购物 娱乐 都在台北 但是我们这些族群的人 即使离开了这个连绵的宇都 我们还是会不时想起空气中海水的味道 还有我们充满人情味的这个基隆 所以我们始终就算离开了基隆 没有在基隆生活工作 还是基隆人都心系着基隆 我想接下来就做我们基隆市 我们目前看到最主要的几个问题来做这个讨论 首先是我们年轻人口的外移 还有我们高龄化社会的问题 当然我们基隆市因为基隆港没落的关系 我们基隆市现在并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 让我们本地的年轻人留下来 那高龄化的问题当然是全台湾共同面对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建置一个友善的居住环境 才能让我们的年轻人 才能让我们的年长者 愿意留在基隆成为宜居的城市 那上述的两个问题 大概都间接和直接的导致了我们的城市活力衰退 右边我们的图表 这边有点小 大概就是2018年这个内政部护证市的公开资讯 我们基隆市的人口是呈现负值的状态 我想这就代表我们城市退化的一种指标 因为人口红利代表一个城市的生命力 而年轻人就代表我们这个城市发展的希望 接下来我们就目前基隆市两大发展的核心做建议 大概观光跟居住 观光这边我在利用这次的种子群的机会 我主要会放在这个年轻人的活动及发展 那居住这边我们大概是强调在地人生活相关的议题 包括亲子驼育这个方向 那不管是观光还是居住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想办法解决年轻人口外移 跟解决人口红利的问题 才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崭新的基隆 但有活力的基隆 这些年在我们市长领导的之下 大家都看出基隆市已经有非常不一样的变革 而且这改变持续在发生 市长做了很多的改变及建设 可以说硬体快要准备好了 那软体呢 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展览活动 城市的形象及宣传 告诉社会大众 尤其是年轻人看见我们这个城市 这边我想特别提一下这个新闻科 我们的这个行销的力度 我们这不管是light at还是脸书 其实我们针对 目前应该针对的方向 不是已经按赞的这个群众 应该是把目标导向 没有按赞的群众 要让他们知道 我们基隆市政府 有多么用心在规划 不管是任何的活动 或是任何的议题 然后再至于居住 我们除了面临老人常遭的问题 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提出 友善年轻人居住在基隆的方案 这些都是我认为基隆未来 发展的一些重要的关心的议题 接下来下一张图片呢 是这图片有点小 我跟大家简介一下 左边是基隆的这个活动手册 右边是台北的 重点就是我们的活动手册上 缺少了年轻人的发展 跟年轻人的喜好 在大台北地区的年轻人呢 他们不认为 不记得 不记得基隆市 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城市 如果我们马上想到台南 大家可以想到 它是一个美食之城 和文石之都 或者赖清德 如果台南市经营的这么好 我们应该继续给它一点加油鼓励 如果想到花莲呢 我们会想到它是好山好水的一个城市 那基隆呢 我们因为缺乏了城市行销 及城市定位 所以即便我们身在台北首 台湾首都最近的一个城市 但对年轻人来说 它却一点存在感都没有 基隆市应该有什么样的城市定位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 但是我们其实不用想得这么复杂 如果日本有拉面文化 其实我们基隆也有干面文化 孝一 孝二 孝三 孝四 大概就可能有四五十间卖干面的店 所以我们相信基隆是一个很早开发的城市 我们不要把它受限在传统保守的想象 但是不管如何 我想我们必须让这个城市充满活力 才有下一步的希望 针对以上 我想是不是可以请问市长 我们未来即将成立的城市行销处 能不能好好打造我们的城市品牌 还有我们城市行销处 未来的方向及规划 好 谢谢 我想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 我们这个城市行销 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其实就是希望把我们基隆市 未来在观光以及城市行销的 这个面向 能够更有效的集中火力跟资源 来做一个业务的一个推展 其实现在相关的业务也都有 不过是分散在各个局处 那战利没有办法统合 那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其实现在的一个宣传 或者说行销的手法 即便是在公部门也都推成初心 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谓的过去可能只是过去的一两年 或者两三年 因为每年每年这个都不断的在 手法都不断的在这个变化 那当然这个城市行销处 它会包括现在既有的观光科 观光工程科 观光行销科 新闻科 还有包括这个民政处的国际交流的业务等等 那未来我们在议会通过这个组织的知识条例之后 我们会再进一步就这个城市行销处的 这个科处的一个设置 再来做进一步的一个确定跟处理 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好了 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组织跟没有这样的组织会差别在哪里 我想在这两天也有我们很多的意义做在讨论 基督市政府的网页 基督市政府的网页 说实在我们大概过去有做一些努力 不过就我的标准来讲 我们其实离好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那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在管网页的 这个可能是放在我们研考处 是在我们研考处 那这个管资讯的也是在我们研考处 因为大家想这个网页嘛 跟资讯有关系 那里面的内容 当然五花八门 我们各个局处都有包含在里面 可是同一员也许可以想一下 如果未来基督市的网页的业务跟工作 不是放在这个研考处 而是放到观光及城市行销处的时候 我想你可以想象那一个的一个转变 也就是说未来放在这个网页上面的所有的资料 或者所有的这些内容 它都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就是进行城市的一个行销 所以它的一个 包括它的一个 整个内容的一个架构 跟它整个一个重点的配置 还有它的思维 跟现在会完全截然不同 也就是说当你的观念 或者说你的这个策略目标 的目标是改变了 其实这个就会有 你的行为或者说你的那个成果 其实就会有很大的转变 我想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成立 这个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也就是它是有功能跟目的性 清楚的一个导向 然后未来其实也非常容易去 这个订定它的一个 政绩呈现的一个目标 谢谢 谢谢市长 我想我非常认同你的这个看法 其实我们可以上网看看 我们现在全球的广告量 有占很大一个比例 都是城市行销的相关广告 所以我想这个处事确实有这个时代的趋势 那我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想法 可以让基隆更有活力的一个建议 我们应该要多鼓励年轻人进来基隆 或是回来基隆 我这边特别补充一下 就是说我们所指的进来基隆 并不是指的单一的时间 如儿童文化艺术节 我们都知道这个儿童文化艺术节 办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但是我们的这个频率 我们应该必须长期不断地 让各种大型的活动进来这座城市 只有这样子我们年轻人的产业 才有办法进入 那透过这样商业的活络 我们才有办法改变这个地区的气质 或是让这个区域的活力提升 毕竟年轻人愿意在这个地方 或是我们的城市创业 那我们才有可能让我们的年轻人 愿意回来基隆 我说的是回来基隆 在这里居住和新业 那下一个图表呢 是我们参考2018年台北市的一些知名的相关的展览活动 活动的多元和方向都值得我们参考 这些重点其实就是一句话 要贴近我们年轻人的生活 下一页 下一个是我们这个高雄博尔艺术特区 我想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或接近的一个地方 它原本是一个荒废的码头仓库 那透过密集的举办不同多元的活动 让年轻人习惯这样高频率的来到高雄 逐渐让这个地方 博尔特区成为一个充满创意且热门的景点 基隆其实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呢 我觉得旧火车站蛮适合的 它在室内 旧火车站现在室内 又紧靠着交通的枢纽 其实它非常适合静态的这个展览 而且我们未来会有一个这个转运站 然后前面还会有国门广场 我想这边可以适合年轻人的一些文创的活动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委托行 我们仁爱区的委托行 它是有着浓浓古早色彩 而且这个地方充满老基隆人的记忆 老一辈的基隆人 对于这个商圈的没落都感到惋惜 他们被拒绝在国际贸易以后 或是网络世代之外 但是我们的环境没有变 环境还在 它是有全基隆逛街不会淋雨的浴棚 那我们这边要谢谢肯定的 请问阐发处 其实我们应该在有更多的计划去鼓励年轻人 怎么鼓励它也许可以用创业相关的补助 那我也要希望文化局可以能够协助我们阐发处 加强委托行 我们看旁边的看环境市场的一带的卵实力 将此处的文史演变串联起来 打造一条新的文史观光路线 其实我们这里有很好的文化底蕴 我们跟台北的大稻城一样 有古迹 林开群古宅 然后也有历史的庙宇 青安宫 也有特色的这个商圈的指标 就看环境 其实我们基隆未来 有一座非常现代流行的东岸商圈 如果委托行鱼市场等 复古的旧城区的这个文化痕迹 如果能好好的规划 这座城市的景观 就能够充分地展现出 传统与现代的兼容宾序 大稻城跟台北的大稻城 台北有大稻城这个古迹 也有这个新光三月信义商圈 其实我们基隆也很适合朝这个方向来发展 还有我想请问这个环保局 我们看环保局最缺少的是什么 生活上必须的 我想如果是以生活会用到的 我想应该跟厕所有关 那我想拜托环保局 我们的厕所是不是可以尽速地改善 因为它绝对不会是一个优质平坚的厕所 因为没有人使用 根据做报告 我们大概每天 这个是每天会固定两个时段 早上和下午都会去做一个清扫 那我想那个最大的使用的时间 应该是凌晨的那个时间 因为那个凌晨的时间 我们不可能专门在为了这个时间去排班 所以都会在早上和下午才会做一个清洁的一个工作 我想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厕所的设计 其实它是封闭型的 所以周边走过去的人都看不到 它其实也是治安的视角 就是因为看不到 它不是开放性的 所以它会这么的脏乱 因为包含里面很多垃圾 我想环保局清洁队也清得很辛苦 因为CAMADEN的 但是我们不能怪他们 我们的设计如果是开放性的 它就不会有这么臭 老鼠可能不会那么多 所以希望环保局可以帮忙 赶快来建制一个新的厕所 好吗 我们就看相关的法令 因为如果是在高达桥下面 我们取得 如果能够取得相关的一些证照的话 我们对公测可以利用环保署的优质 公测的这样的一个专款的经费来争取 然后来做公测的一个改建 好 谢谢局长 接下来我还是要请问惨发处 您对委托航下一个目标 我们有什么规划跟想象 谢谢义座这边 针对委托航这边的一个用力 关心 我想这段期间以来 经过应该这段期间 指的经过几十年 曾经是小时候在那边玩的地方 那当时很繁华 现在要再更繁华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期望在整个 维托航商区这个地方 我们用刚刚谈到的历史 为它的经 然后我们要谈的是 整个文创跟艺术当它的伪 以这样的一个核心来做一个发展 我们想建构的是一个 年轻创客跟微型企业的一个创业基地 用这样的一个软实力软能量来发展 让这个地方来 更能够引领历史 延续整个历史的一个脉络 所以这是我们在看这个地方 刚刚义座这边提到 周遭的这些历史跟未来的一个方法 刚好可以做一个融合 整个营养融合之后 整个一个翻转 城市的一个翻转 就会变成特色出来 刚刚提到的 不管是台南也好 花莲也好 这些特色基隆都有 那假如加上这样的一个融合之后 再做一个差异化的一个发展 就会形作出基隆唯一的一个特色出来 这也是我们日后在这边发展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当然我们已经有一些年轻人已经进场了 那接下来会有更多年轻人会进场 谢谢 那要拜托 产发处继续帮我们努力一下 那我想这个就凸显了城市行销的重要 我们这边有台南有花莲 我们什么都有 但是我们的城市行销的力度不足 所以我想城市行销处 有一个非常必要 赶快成立的一个条件 那这边也要特别 这边也要特别拜托文化局 所以未来可能需要跨局处的平台 把文史的工作放在里面一起来规划 那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这个居住相关的议题 我们先就公园的这个议题来讨论 公园议题其实在台北市的青年当中 是认为相对有感 也是柯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绩 我们基隆市也即将推动一区一特色的公园 而我们希望特色公园不仅仅是特色公园 更能融入共融游乐场的概念 这个概念其实在很多的先进国家 已经都已经在使用 台北市也有超过八座以上的共融市游乐场 当然我们的预算不能跟台北市来比拟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接下来的特色公园 也许也是宠物公园 都可以朝这个方向来迈进 那共融市游戏场强调的是游戏的设计 它应该包容不同孩子的需要 有些是大朋友大龄的孩子 有一些是需要挑战的小朋友 有一些独处空间的需求 也或者更重要的是要有无障碍的空间 如果我们期待我们有这个共融市的游戏场 我们期待当中可以看见 让小朋友看见彼此的差异 从而互相学习包容 让共融两个字成为基隆未来重要的价值与精神 那我这边要特别强调的是 我们的公园里不是放入共融市的游具 就是共融游乐场 它必须包括场地 公园整体的建制与设计 这三者必须互相呼应搭配 才有办法建制一个 有特色又实用的公园 那我也要特别强调说 公园游戏场的部分的主体 其实是孩子 不是家长 所以我们的这个修气空间的设置 也要特别来规划 那我这边有一个参考我们特工盟的影片 里面包含的中正公园跟台北天母的天河公园 来做比较 我们看一下影片 谢谢 什麼東西啊 他大概就這樣 他有舞蹈那一空間嗎 沒有辦法這樣 需要舞蹈的人 嗯 因為 你不會有那個血活 這個真的是抖著 你會不會上來 那就是 有沒有就是 給那種修獨處空間的那種 消費那種 一個獨處的空間 好 好 緊繃這樣子喔 就緊繃就這樣子 好 好 大齡小朋友的 遊樂設施里 這附近算有嗎 大齡 對啊 沒有 沒有 對 一樣 一樣 沒有 好 小心喔 你小心喔 那個很久沒修了 你小心喔 好 沒有沒有 你覺得這個公園是有主情性嗎 他後面是有一些道路 在哪兒 通正公園 以前那個 柳華梯那裡 公園 公園柳華梯 蛤 不是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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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心 行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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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講過完 有點太長了 基本上大人加小朋友 謝謝 而且在那個地方 在有唯一一個 價錢比較不適合的地方 嗨 觀眾 我們先要問一些關於 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了 天武北投這邊的天城公園 然後 也看得出來它原本是一個 就是比較老舊的 老舊的區塊 但是他們做了 非常良好的動線翻新 然後樹的量也非常非常多 整個森林的感覺 然後我們這邊介紹一下 他們的動容 我們遊樂場 那我們這邊 指援準備好了嗎 好 GO 小朋友的夢想 然後它的地板 它的地板是這種 軟木製 然後會有木頭香味 應該有最好的點吧 然後它整體的 就是這個攀爬 攀爬 攀爬架 不是那種傳統的攀爬架 是就是這種創 創意的攀爬架 很多的繩索 然後不一樣的粗細 甚至不一樣的設施 裡面還有這種 然後我們來這邊給大家看 我們來這邊給大家看 好 那這邊有一個 我會這樣 這邊有一塊是可以躺的 這邊有瓶子啊 這邊有一個可以做的這種 然後上面這邊還是一層 整個是一個其實很大的 3D密集的 就是這種 共融空間 其實你爸媽媽媽要一起玩也可以 然後 然後小朋友在這邊 也可以有 互相交流的機會 然後是一個很適合 相對適合大靈小朋友 最簡單的 它不是那種 短短的優化 小小的小小板 它是一個很大的 好 我想影片播到這邊就好 後面可能講不完 簡單來說 我們上述的這個影片 透過這個影片可以得知 其實一個良好的設計 必須要居民及專業人士 共同參與 才有可能真正打造出一個 屬於小朋友天堂的特色公園 我們希望未來 小朋友可以在基隆 是一個非常開心的生活 那我想請問市長 我們這個 市政報告裡面有提到 我們中正公園即將變成希望之秋 我們希望之秋可以變成怎麼樣 可不可以有共融式的遊戲場 讓我們的小朋友來裡面遊玩 好 謝謝 中正公園其實是在都會區裡面 滿難得的一個空間 因為在市中心區旁邊就有一個小山頭 那這也是基隆市民大家的記憶 不過也成如我在總報告的時候 市政總報告的時候 跟大家報告 基於我們的中正公園現況大概就是一個殘破 非常殘破的一個狀態 所以在這個兩年多前 我們其實就開始啟動希望之秋的一個規劃的一個案子 那現在A路口已經完成 也因為有規劃的案子 所以跟中央爭取到預算 我印象應該是3億多的一個經費 3億多的經費要來處理就是在主譜 以主譜壇為中心 那從三角下 信二路停車場對面的防空洞 上到這個平台 這是一個動線 然後另外就是一二路的這個 就二分局這邊的一個垂直的樹梯 然後到竹譜壇的後方 那這樣子做最重要就是要去解決掉 上竹譜壇動線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而且現在因為郵輪的觀光客也多 所以在信四路那個地方 就是剛剛在講一二路跟信四路的交叉口 就是這個就二分局的那個樹梯 以後郵輪的旅客從那個地方 這個往中正公園方向看的話 其實就是看到那個樹梯 也會變成是一個引導的一個動線 那這個你提到的這個兒童遊戲場 現在規劃設計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預計在今年可以動工 所以有 有有有 那個而且我是 我們希望之秋的兒童遊戲場 現在的狀況說實在是當然是很糟 不過我想我們做好之後 我再請這個我們各位議座再來比較看看 我相信我們一定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好的兒童遊戲場 謝謝 謝謝市長 我們期待我們吉隆的中正公園 希望之秋可以成為小朋友的天堂 那再來我想請問都發處的處長 我們仁愛區 什麼時候能擁有一座特色公園符合共融遊戲場的概念 謝謝同一座的垂巡 第一個事情是 就是我們在專案報告也有報告 這個一區一特色公園這部分已經是個政策我們會去落實 那現在正在盤整就是什麼樣的區位跟地方比較適合 因為你剛剛其實提醒的上面已經講得很清楚 要有無障礙要有參與 然後這個相關的東西共融的部分特色的部分也要突顯出來 不然每一個都一樣共融其實又是一個罐頭 所以這等等事情還有一件事情是規模跟預算 這中間都是一個需要去平衡的事情 所以像仁愛區的部分 這部分我們陸續都有盤整一些可能性的部分 那區公所也有提供一些他們的可能性 我相信這次盤整差不多之後 六七月我們可以跟 如果仁愛區一座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在仁愛區一座的部分來討論 我們來開始去選點選方向部分 把它去確定 要確定下來我們就可以繼續推動 那我想講天和公園其實最重要的 其實剛才談參與 天和公園就是早期在台北是非常重要的社區 去規劃跟社區營造的人跟點 所以才可以在這麼快速 其實參與要花時間的 可是他們有參與的經驗 所以才能這麼快的時間 他們決定要怎麼處理這個公園 所以這背後都需要一些經驗的累積 以上報告 謝謝處長 我想我們未來的公園應該要制定一個完善的管理方針 大大小小的公園其實都必須要妥善的管理 我們公園管理科目前只管理兩公頃以上的公園 會造成我們市中心或是各個社區的林裡上的公園 變成五祖公園 因為我們區公所實在是可能沒有經費 足夠的經費跟人力去管理 我想是不是可以請獨發出 在做我們市政府是不是在做一些規劃跟檢討 那再來我想講說我們仁愛區的老人資源相對缺乏的問題 我們仁愛區是七個區裡面那個平均年齡最高的一個城市 的區域 但是我們相對老人資源來說也是相對匱乏的 從右圖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資源其實相對來說 我們是年齡最大的城市但是 最大的區域但是我們的這個數量卻是最少 不管在這個這個我們的關懷據點的上面 那這邊我有一個建議 我們仁愛區的上智國小 學生人數非常的少 是不是有可能利用我們這個閒置的教室 將其規劃成一個社區長照的據點 甚至結合林裡活動中心 我想我們民政處應該很清楚說 我們這個德後裡跟渠水裡 他們共用著一個非常狹小的活動中心 那如果可以妥善的運用我們這個 上智國小的這個閒置的教室 是不是有可能解決我們山坑附近 不管活動或是運動空間 停車空間的問題 我想請問教育處看看 我們教育處對國小 因為上智國小今年的新生目前是沒有的 那所以其實內部 我的訊息是停招喔 不是沒有新生 我是一年起今年的新生 是沒有學生入校 所以我想請問我們還在演藝當中 有沒有可能往財賓校的方向走 有可能是其中一條路 那如果蔡兵校我們再來 您的規劃要告訴我們議會 我們再來做看看可以什麼建議 那也希望我們上智國小未來 有可能做一些更妥善的規劃 那也把我們的教師跟 學生人數非常少的學生 妥善的安排 謝謝 再來就是托育的議題 我們基隆從這個表格可以看出來說 我們當然在育兒補助上面不能跟台北市和新北市來比 但是我們跟我們同級差不多等級的這個新竹市來比 大概也是略遜欲籌 其實這些都是友善年輕人居住在基隆的一些相關的措施 再加上公托的這個問題 我們從市政報告裡面可以看出來 基隆市的公托比例其實是全國最高的 有達到71% 但是這個圖表可以看出來 我們私幼的月費是公幼的三倍以上 這對於居住在基隆的年輕父母 當然是一個非常不小的負擔 我想再次的請問教育處 我們針對我們未來 當然基隆市 包含我們仁愛區的公幼 公托幼兒園 有沒有可能再偵辦 跟一座報告有關公立幼兒園的部分 因為它其實分三類 就是複色幼兒園 非營利幼兒園 跟準公共化 所以明年 預計109 其實包含非營利幼兒園 跟我們的公幼 增搬的部分 其實我們大概會有700到800的一個名額 所以是有可能偵辦的 好 謝謝 謝謝教育處 再來呢 再來是我們這個交通議題 在仁愛區的一些狀況 以上我們看到的一些幾個交通的問題 很多都是多年來無法解決的老問題 但是卻攸關市民的安全 我們三坑火車站 連同隧道 大概有六個方向的車道 但是卻一個號制燈號都沒有 再來光華國宅 光華國宅總共有20棟住宅 20棟大樓 住著一千零二戶 大部分也都居住著年長者 但是在出入口 一樣沒有任何的行人的燈號號制 我想市政府可以統計看看 這兩處 三坑車站和光華國宅 近期發生大大小小的車禍案件有幾件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光早上站入口就可以看到四五次 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就有四五次的車禍 好 那我等一下想請問這個焦慮處看看 還有我們基隆市的停車空間不足 當然是全市都一樣 那這也是造成交通混亂的重要因素之一 那我們南龍路的兩側 這個包含的這個南龍新村 跟山坑附近是幾乎是沒有停車位 一味難求 但是我們從 大概從中段開始到後段 全部都畫設是紅線 全部都畫設的紅線 我們是不是可以重新檢討 這個南龍路兩側紅線的狀況 因為這可以 我們可以規劃它是收費的停車格 如果在路幅夠寬的狀態下 是不是可能規劃收費的停車格 然後可以限制這個收費的時間 譬如不收費的時間是晚上七點到早上七點 這也許也可以真正的讓我們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來停車 然後再來四球五里 也是一個非常沒有停車位的問題 然後當然我們 現在在市長的努力之下 我們成功國小周邊的環境變得非常的好 但是也是周邊都是紅線 因為我們要維持這個環境的狀況 我們可以接受 但是現在有一塊閒置的空間 就在石球路四十二巷 仁愛區公所對面 雜草重生 是不是可以請交旅處幫我們規劃做成停車場 這個是可以馬上 剛剛南龍路雙邊的問題 跟這個閒置空間運用的問題 可以馬上幫市民解決停車的方案 再來 還有我們仁愛區的快捷公車 這邊我想特別說明一下 我們仁愛區的需求快捷公車 其實不需要另外開闢路線 就是我們在原有通勤台北的車班 直接從校二路上高速公路的國光客運 如果可以新增 左轉 從南龍路經過巴督交流道上 這樣就可以 只是更改路線而已 是不是可以有可能這樣的快捷公車的路線 這樣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可以解決 基隆車站排隊的問題 還有山坑車站動線 這麼多人去擠火車的問題 多少可以舒緩一點 當然也可以提供我們南龍路周邊兩側的居民 可以有一個多一個快速通勤方式的選擇 以上上述這些問題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焦旅處 那個李剛處長幫我們做一些答覆 謝謝一座 那其實有蠻多問題 其實是蠻不錯的 那我們一定會認真來考量 那第一個就是山坑火車站 還有光滑國宅 那山坑火車站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也study蠻久了 那它的量蠻少的 那但是方向又多 那可能當初的道路設計就是蠻奇怪的 當初可能就是因路就減 反正我就已經走到那個地步了 就變成一個集中在那個路口 但是因為插路口太多了 那照理講 它應該有一些要單行道的規模 而且路幅非常的狹小 對 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容許 我們到現場再去看一下 有沒有要辦個會刊還是怎樣 去檢討一下 因為之前已經看過 那我們再去study好了 那觀光國宅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之前已經研究過 那它主要是跟旁邊的西定 安樂還有31號橋下來 那那個雙死置入口卡在一起 那這個紅綠燈設是很容易 但是它會影響那旁邊的安樂西定高架 那個下來的Q 那我們當初之前模擬的時候是有困難 會嚴重影響 那我們後面我們再來研究一下 那我們再做實際的流量調查再去看看 主長 我們上述這兩個問題 山坑跟這個光華國宅的問題 其實大大小小的會刊可能也無數次 我想市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當然我們動線確實有困難 但是我們不能把這個 我們過去錯誤的都市 或是不當的都市規劃的設計 歸咎在現在居住在這邊的市民 他們確實有出入的困難 我想如果我們政府雙手一攤 名義代表雙手一攤 居民怎麼辦 沒有 我意思說我們還會去再研究 因為現在困難點就是跟譽作報告 它的困難點像光華國宅 它會影響到旁邊的那個雙十字的那個 現在全基隆市最大最擁塞的就是那個雙十字的路口 那這個是僅僅在旁邊 所以這部分是不是容許我們後面去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去克服這個十字的調整 然後不會影響到那個雙十字 因為其實上下班的時候 那31號橋 其實上下班的時候 這個車子過去速度非常的快速 因為我們31號橋下來左轉 那個紅綠燈你只要下來左轉 你搶大概5秒以內 會過得去 所以再左轉 往光華國宅的方向 車速非常的快 因為它為了搶那個紅綠燈 因為一般是過不去啦 5秒以內 對 一般是過不去 因為它的連鎖 是中山一路那邊過來的連鎖 所以31號下來的話 它是一左轉的時候 它那個是紅燈 除非你要很快 就像易卓您講的 3秒5秒 因為我們有前面的buff要讓它疏解 所以會差不多有5秒鐘的空隙 但是之後它就儲存空間 就只有這樣短而已 所以如果在光華國宅出入口 再設一個的時候 它沒辦法過來 它如果cue到這個路口的時候 就會影響我們短短的儲存空間 所以這個是我們很頭痛的問題 我們有沒有可能用按鍵式的紅綠燈 像國外一樣 Push button這種東西 在基隆其實閃黃燈是有 但是這個部分的話 到外面它還是要跟前面的連鎖 不然的話你隨便按的時候 它本來就是綠燈的 結果你一按 它反而過不來 會cue到那邊 甚至cue到那個西令高架 或是那個國軍的福利站那邊 反而會嚴重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是容許我們後面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在做模擬了 我們希望如果可以或不可以 都會跟一座這邊報告 好 謝謝處長 那關於南龍路的停車部分的話 這個部分我們來檢討 那事實上也沒錯 它那個部分的話 停車需求是蠻高 但是南龍路它屬於一個舊的都市 相關的那個都是5樓以下的 所以它自己的吸納的幾乎沒有 都停在路邊 所以它停車問題是蠻嚴重的 包括山坑整個區域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也蠻贊同一座您講的 就是把可以的部分來畫停車格 然後白天收費 收費的時候它就增加周轉率 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像我們在台北的話 原則上收費跟不收費的周轉率差3倍 3倍到4.5倍左右 那其實效果很大 但是居民要接受 但是原則上像這個地方 就是5點以後 居民回來的時候 他就讓他免費停車 這部分我們是可以做到 就是收費的方式 我們來彈性調整 這應該可以有效解決 我們現在長期佔用的問題 而且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警察局也非常人性化 因為我們就是周邊完全沒有停車位 都是紅線 大家停車停在那邊也沒有開單 也沒有取締 那不如這樣我們是白天還可以收費 對 如果有收費會比較 因為方向過那邊 我們已經話停車格了 那就可以看到賣汽車的 那些長期佔用的 現在都已經沒有清醒 所以那個部分效果會有 這我們會後我們會來執行 那施球裡那個對面的人 在區管署對面 事實上我們有查理過 那個是國產署的地 但是它有一個斜坡上去 那個卡路很壞 是不是容許我們 我們再來查理一下 因為我們之前我們同樣有去看過 它那個部分是不好進出來 然後而且它是一個搏坎上去 所以這個不太好 那我們是不是我們再來研究看看 如果可以加快速度的話 因為我們周邊的停車需求 實在非常的大 成功市場上面大概完全的飽和 大概還有兩三百台車在排隊 那都來服務處陳情我們怎麼處理 好 這部分我們來緊述研究 那另外消費路變更路線 這部分我們也來洽談 既有的那些客運路線 看它可不可以走南農路 那如果是這樣走 其實以我們大眾運輸來講 是有可行性的 因為它事實上就有一些 就南農路的人就不用到火車站區域 那是可以的 那這部分的話我們來研究看看 是有人跟我反應說如果這樣子開的話 其實是不是客滿的過來 那我們是不是有配套可以把 譬如說一般車空十個位置 往這邊開 這個問題就是跟所有的國道客運一樣 就是說就像基金一二三路 到末端它要留幾個位置 到哪一站要留幾個位置 這個客運公司他們會有習慣 他們自己會去 他們會去調配 對對會去調配 那像暖暖區也都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部分 是不是容許我們來跟客運業者來掐詢 好 謝謝處長 那再拜託處長 這幾個問題 都是我們居民相當關心的議題 那再拜託處長 可以加速我們討論的腳步 謝謝 那再來呢我想就這個 警察局的部分請教一下我們詹局長 因為我們這個第一分局 第一分局 二三四分局都已經改建完成了 我們第一分局 位處市中心 然後周邊的環境 因為緊鄰著卡馬町 所以周邊的環境是比較髒亂 我們有沒有可能規劃設計去改建這個第一分局 謝謝議長 謝謝議長 謝謝議長的關心 那這個派那個分局 一分局聽設 應該目前使用才43年多了 你這個 這個鋼 鋼購的這些建築物 最少要50年 它是鋼筋混泥土的 建築物大概50年 所以還有一段時間才能夠去報徽 我們這個法規是從哪邊 沒關係 因為 因為警察局已經漏水蠻嚴重的 我們旁邊的活動中心 包括樓下的走道 都已經相當的混亂 如果我們有機會可以突破的話 是不是可以趕快來進行 因為二三四分局都已經改建完成 也一段時間了 然後我們仁愛區是市中心 卻沒有一個完善的 光走廊就沒有完善 我們是不是可以研究看看 好 我們來研究 好 謝謝議長 再來我想跟這個 我們民政處的處長 來討論一下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這個 德厚禮跟取水禮的活動中心的問題 因為我們德厚跟取水其實 尤其德厚禮它住著相當多的人口 因為有幾個新的建案在那裡 但是它跟取水禮共用一個非常狹小的活動空間 而且那個地點其實也不是太恰當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幫這個活動中心再找一個位置 跟童議員報告 這個地方因為在龍安街 那說實在那個地方其實沒有那個空間在處理 那之前其實也有地方都有意見說 它再重新群密 那剛才童議員講到說國小 其實我們其他區也有活動中心是設置在國小裡面 當然就是閒置空間 那因為仁愛區確實在我們怎麼盤展整個 李明洪心的需要有興建的部分 其實真的是面臨到這樣一個問題 因為是空間 然後再一點是說如果要找租用的話 那這個區域第一個租金也都比較貴 第二個是要東納這麼多李明的空間上 其實都不太好找 那我們會來努力 因為之前也都有里長都有反應過 那相對來說如果仁愛區這部分 我們再做一個努力的問題 主長我想跟您請教一下說 我們有沒有可能現階段 就去跟上智國小界閒置空間 這部分我們會來跟教育處協調 然後我們來跟教育處協調看 他有沒有辦法可以釋出這個空間出來 好 謝謝處長 那我想我今天的這個質詢的時間就到這邊 我想我們希望我們這個進步的程式 需要大家共同來努力 希望我們這個基隆可以繼續打步向前 謝謝 好 謝謝同志委同議員 現在同議員的總質詢之前已經到了 本席宣布今天總質詢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incbl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